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在包子街待来四天后,我就要去玩另一处迷迹 40公里外的张家界,西人人西 只能吃点泡面了 我现在还在包子街里吃 但是明天必须得离开 因为断联了 吃的东西什么都没有了 就剩点水果在这 计划没有变化快 我也不知道能在这待三四天 更没想到这块啥也买不到 谢谢了啊 有机会再见 拜拜 谢谢啊 哎呀,这里人真好 其实怎么说呢 如果是物资充足 我再待个一两天也行 这地方反正挺舒服的 景色也美 没办法 我们还是要继续赶路啊 不能在一个地方老是待着 小山温度就有点高了呗 有点热了 不过张杰界这几边应该还好 不会超过三十度 只要温度在二十八度以下 那露营是一点问题的 你看这边的青山 西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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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也不行 帮我切一下 老板挺好的 在天文山镇这块儿买了点肉 买了点大白菜 还有香菇 还有香肝 还有香肝 然后再买一点 方便面 这样能吃上几天 现在我在天文山镇 准备去玩张家界的仙人溪 然后再在那边找录音地烧饭 这里就是天文山镇了 下山以后就感觉有点热了 虽然现在温度不高只有二十二度 但是感觉有点闷热的那种感觉 这边呢物价就是正常的物价 不像景区那样有点高 左边这个就是西新山景区 现在正在开发 那边应该就是检票处了 那边 我看了一下预报 未来几天可能还有中道大雨 所以这两天是难得的好便宜 所以这两天是难得的好便宜 走小路了 显然西很左转 刚才我就在对面那个桥过来 然后绕了一圈到桥这边来了 这沿途景色可以啊 我不说新人戏有多漂亮 在这大山里面转一转 也是挺开心的事情 应该是下山了 这趟出来我带了两三天的伙食 然后饮用水也带了两壶都满 正常在外面量三天应该是没问题 只要不下雨 哪儿露营都可以 下雨就有一点糟糕 哇这一路真漂亮 在峡谷里穿行 攀山公路我准备拍一段寒拍 但是这一块可能离张家界机场有点近 所以这一块是禁飞区 也没办法 不拍了吧 要不然这个攀山公路挺险的 这就说明这附近 包括新人戏那一块就用不上五人机了 禁飞区 哇这一块滑坡了 挺险的 旁边就是悬崖 而且没有护栏 这一块滑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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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打算在这儿录音了 这不知道是一个什么地方 有自来水你看 那边还有洗手间 一块可以停车 你看这河边还有人烧口 一般太漂亮了 不走了 也准备烧饭了 我一个人 我安徽 不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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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里带了不少菜 我知道 谢谢了 不客气 谢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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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地方人好热情 这个地方好吧 这是泉水 刚才他们几个还要我 在那吃饭 我也没好意思 因为我自己带了吃 我就停在这儿 这里水你看 这不要钱 煮点米饭 然后有两天没有吃米饭了 就吃的面条 忘了应该放热水 算了吧 就这样吧 这边的是奶水 我估计都是山泉水 这没有龙头都不关的 这水非常干净 吃是没问题的 反正我也带了水 我把这个龙头给安上了 反正水就这样流走也挺心痛的 然后这边的水龙头能用 就是水量比较小 这边用吧 肉洗一洗 然后给它红烧了 这个香肝也烧肉了 今天买的肉比较瘦 所以我得多放点油 还是太瘦了点 你看这边甜味瘦肉 放点老抽 放点白糖 刚才买了卤蛋 然后放两个进去 这样等熟了 盛一半起了 留着明天吃吧 已经熟了 酱油好像饭多了点 这是流行来的 再放入大白菜 烧一下就能吃了 熟了 可以开吃了 香菇 这是香肝 然后大白菜 红烧肉 挺好的 这后面应该还是七星山 这边还有一个瀑布 这条小溪就叫仙人溪 这水真的太清了 一看这水有多清澈 漂亮 这里还有老房子 是木房子 这边来玩玩 我这可以下去 这里太舒服了 这里有多小桥 这水有多清澈 这水有多清澈 走过去 好舒服 好冰啊 昨天我是从这个方向过来的 然后再往里面就是非常著名的二天门 还有熊碧岩 本来我是想进去的 但是刚才看了一下预报 从下午开始可能这边就是大大暴雨 因为来的路上那一块翻那座山的时候有一处大的滑坡 非常的危险 现在修了个便道 如果下雨的话可能就出不去 我带的视频也不多 也只能管个两天左右 然后到时候肯定会被困在这下雨肯定走不了 所以我决定还是收拾东西现在就离开吧 毕竟我一个人一辆车还是安全最主要 对吧 这个熊碧岩和二天门以后有机会再来吧 这个熊碧岩的一块特别漂亮 等会我就收拾东西走吧 其实真的这一块我还是非常留恋的 垃圾我带走等会扔到垃圾桶 这是我两天在垃圾也不多 多少有点遗憾 如果不是要下大暴雨 我肯定要在这玩几天 然后去一下二天门 然后再跑一下熊碧岩 那里的风景更原始 那边有一个小亭子 应该是派人指手的 观察这路看一旦有问题 就禁止车点通力 就是为了保证大家安全 大叔啊你好你是不是在这儿 就是看这个滑坡的 额预报报了有大雨估计这块就危险啊 所以我我本来准备在这玩一下 然后一看这预报我就跑了 是对的吧 一下雨估计这块就通行不了 很危险 对对对对 行我知道 是一块在柯里 好 退去啊 说明我选择还是对的 好 谢谢 走了 你看就这一块险路 太吓人了 这一块要快速通过 这一块要快速通过 旁边就是悬崖 这一块一下雨肯定是好不太多 我从我随着长到现在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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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没有富了 好深的峡谷 好了今天就到这儿了 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关注点赞评论转发 我是大为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就是从这儿过来 你看就是下面这个节路 滑坡 这里景色还是很漂亮的